一场突如其来的丧尸病毒几乎感染了所有人 但因性学的人似乎可以免疫病毒 本以为逃过一劫的他们却被秘密抓去 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大家好,我是小宇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部反转又精彩的丧尸电影 《僵尸来袭》 故事的开始就是在一座仓库前 几个穿着重型防护的人 拿着武器和大学丧尸基站 一番血腥的战斗过后 镜头一转,画面里出现了两个男人 他们正互相诉说着相遇前的遭遇 先说话的是男二小黑 丧尸病毒爆发的前一天 他和两个朋友开着车一起去临终打猎 晚上他们围着篝火畅谈着人生 并在一片祥和中睡下 第二天,小黑一觉醒来 发现朋友们都不在身边 他赶忙前去寻找 却发现了一位朋友的尸体 他大惊失色,立马搜寻另一位的下落 却发现那位朋友竟然变成了吃人的丧尸 丧尸攻击着小黑 不忍心的他选择射伤了丧尸的腿 之后才有机会逃走 却发现丧尸病毒早已大面积爆发 说完这些 小黑看向另一个男人 希望也听下他的故事 这个男人叫巴顿 是本篇的男主角 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 就在今天他拿着他的钉枪 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妻女 看来这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巴顿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这一天一家人正吃着晚饭 餐桌上女儿和朋友包着电话粥 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而巴顿喝着酒和妻子互相调侃着 场面显得温馨而日常 夜里巴顿正和妻子躺在床上 却被远处的咆哮声吵醒 女儿也害怕地跑进房间 说厨房里好像有人 巴顿赶到厨房 发现那里竟然站着一只丧尸 在一家人的帮助下 成功干掉了丧尸 正等他们迷惑时 巴顿接到了妹妹的来电 原来妹妹在自己的工作室拍摄时 一个模特突然变成了丧尸 并咬伤了助理 妹妹一把敲碎了助理脑袋 用铁链锁住了模特 她打开门想逃走 却发现门外竟然全部都是丧尸 眼见求生无望 她赶紧打电话给哥哥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巴顿 带上防毒面具拿起武器 从丧尸堆里杀出一条血路 她开着车 保护着妻女逃向了远方 车子开了一夜 早上时 女儿开始变得昏昏沉沉 妻子正想关心 不料女儿猛然变成了丧尸 开始攻击起自己的父母 巴顿和妻子赶紧下车 可这时 妻子竟开始吐起血来 她也感染了丧尸病毒 趁着神志尚未清醒 妻子吻别了巴顿 巴顿怀着悲痛的心情 先后射杀了妻女 之后 她失魂落魄地走着 正想举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手中的钉枪却没了子弹 巴顿感到万分崩溃 一名胡子书恰巧路过 终于和巴顿进行交流 却被发疯的她一把抢过武器 巴顿抬手就要自杀 被胡子书一把敲晕 等巴顿再次醒来 已经冷静了不少 她不再纠结于自杀了 反而让大叔改带着她 去一个叫布拉布拉的地方 清醒了不少的她 准备去那儿救自己的妹妹 一路上对丧尸充满仇恨的巴顿 见到丧尸就要杀 还开车撞死了不少的丧尸 可撞着撞着 车子就开不动了 没办法 两人只好步行 却没想到 就在两人深入一处丛林时 突然一声枪响 接着胡子书就被抱头而亡 开枪的人正是小黑 她误认为胡子书是丧尸 结果不小心错杀好人 面对巴顿的暴怒 她后悔的只跳脚 赶忙询问胡子书有没有事 可胡子书脑袋都爆了 你说有没有事 事已至此 再说什么都没用了 巴顿只好和小黑组队 继续向前行进 两人来到一间仓库前 发现门外围满了丧尸 有人正在屋顶开枪 巴顿他们加入战斗 杀出了一条雪路 并成功躲进了仓库 期间 一只丧尸也跟进了仓库 大家赶忙动手 丧尸血溅了一地 也是死透透了 巴顿注意到门口停了一辆车 就想向屋内的众人借车 但是众人却面露难色 不是他们不借 是所有的车都不能开了 不知道是被什么污染了 许多燃料都不能被点燃 为了证明 他们拿出汽油 煤油和甲醇 依次点燃 但没半点火花 看来 巴顿之前的车不是撞坏了 而是燃料点不着引起的 既然这样 众人只好继续窄在仓库里了 好在这里物资还算丰富 冰柜里还有酒和食物 打开冰柜拿酒时 却没想到冰柜里还冻着只丧尸 原来这只丧尸是他们的朋友 被感染后 大家不忍心杀它 只能把它冻在冰柜里 大伙虽然吃着喝着 可心情依旧沉重 这时一个男人点了根烟 随手把没面的火柴丢在了地上 谁知却烧了起来 众人急忙救火 原来是火柴点燃了地上的丧尸血 巴顿恍然大悟 接着他打开冰柜 看着冰柜里的丧尸 他嘴里正吐着几色黑气 巴顿趁机对着点了把火 果不其然 丧尸嘴里顿时冒出了火 谁能想到 丧尸的血液和呼出来的气 居然可以当着燃料使用 看到希望的众人 赶紧把丧尸搬出来 拿了根管子插进了丧尸的嘴里 然后把他呼出的气 介入到一台发动机里 结果发动机还真转动了起来 大家喜不自胜 准备把门外的车开进来改装 于是各自披装上阵 和门口的丧尸们进行搏斗 众人的战斗力都不是盖的 不一会儿就在裙架中占了优势 不过在将车开进仓库的时候 有只丧尸跟了进来 并养生了另一个同伴 众人赶紧打晕了丧尸 并且把他加工成了燃料 接着大家动手改装汽车 这就是巴顿的拿手技能了 他麻利的改装着 很快一辆几乎可以抵挡丧尸所有攻击 兼顾无比的汽车就完成了 车辆出发后 大伙凭借着装备的优势 见着丧尸就打 再抓些上车充当燃料 过程虽然有插曲 却都能化险为夷 可到了晚上 大家明显发现 丧尸行动敏捷了好几倍 而汽车也无法继续发动 思考一番后 才知道一到晚上 丧尸们就不再吐出黑气 黑气留在体内 行动才变得迅猛很多 这样看来 只能晚上停车休息 等白天再继续启程 好在车子防顾是真的坚固 即便车外全是丧尸 车内也算是非常安全的 这天晚上 巴顿没有睡好 做了一晚上的噩梦 接连梦见自己杀害妻女的场景 醒来的他 看见车外的丧尸们 顿时怒从心来 愤然对着丧尸们开枪 一个丧尸被枪打中 居然着起了火 着火丧尸扑向汽车 随即汽车也燃起了大火 愧疚不已的巴顿 赶紧爬到车顶灭火 在此过程中 优和丧尸们展开了一场激战 好不容易才把火扑灭 巴顿钻回车内 但车顶盖却没有关紧 一位同伴伸手去关 却被丧尸咬到了手 被咬的同伴拿出了一个急救箱 打开后发现 箱子里面只有酒没有药 他拿出一瓶酒打开瓶盖 还让大家陪他一起喝 原来他知道 自己迟早要变成丧尸 想要巴顿开枪杀死自己 但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所以他才喝酒重担 怀着愧疚和同情 巴顿了结了伙伴 这位同伴一死 队伍就只剩下巴顿和小黑二人了 他俩也当得起队友终结者 这一响亮名号了 他俩再次开车急行 前往布拉布拉 路上刚好遇上了一辆大型卡车 开车的是两个士兵 他们说自己刚从布拉布拉赶来 军方正在那里 对阴性学的人做实验 因为阴性学的人不会被丧尸病毒感染 巴顿的妹妹说不定也在那 他一想可不就是 之前家人们一起杀丧尸 可妻女都已经被感染了 只有阴性学的自己逃过一劫 现在遇上了军方人员 不如和他们一起走 还能见到妹妹 由于片刻 巴顿开车跟了上去 可是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阴谋 士兵想把巴顿骗去做人体实验 所以才忽悠他一起跟上 那么巴顿的妹妹到底在哪呢 那天晚上 妹妹被赶来的士兵救下 可他们并不是好人 在发现妹妹是阴性血之后 便把他和几只丧尸一起关了起来 随后交给了一个怪异的科学家 这个科学家变态又疯狂 他热衷于用丧尸 做各种血型的研究 并享受着丧尸们的哀嚎 他大声放着音乐 一边蹦迪 一边抽取丧尸的大脑 最后他抽出一管丧尸血 并把血注射进妹妹的体内 让人意外的是 妹妹却没有变成丧尸 注入丧尸血后的他 似乎能感应到其他丧尸 一旁的丧尸们渐渐安静了下来 其中有只丧尸还趁科学家打瞌睡时 机智地摆脱了束缚 想要偷袭科学家 不料对方突然惊醒 还成功反杀了丧尸 而一只躺在担架上的丧尸 猛的一蹬墙 划着担架就来到了眼前 他一口咬住科学家 科学家为了自救 一把锯掉了自己的手臂 接着他还想锯开妹妹的大脑 继续实验 然而他却不受控制一般 锯开了妹妹的束缚 还把枪交到了妹妹手上 要他杀掉自己 原来注入丧尸血的妹妹 意外得到了控制丧尸的能力 他控制着丧尸 喜极科学家 在对方被咬感染后 又成功地控制了他 一切结束后 妹妹逃出了这个实验室 打开门后 却看到了巴顿的车 他之前被关的地方 并不是什么实验室 而是一辆大卡车里 巴顿阴差阳错的 一路跟着的 竟然是劫持妹妹的卡车 士兵们眼看事情败露 立即向巴顿等人开火 双方开始了一场激烈的飙车枪战 可刚摆脱掉追兵 巴顿的车却无法启动了 下车查看 才发现充当燃料的丧尸 都被打死了 好在问题不大 妹妹转身召唤 一只丧尸从路边窜了出来 乖乖钻进车内充当了燃料 可是这时追兵又追了上来 他们一枪打中了小黑 眼看小黑伤势严重 巴顿等人只好把车挺进树林 此时士兵们叫来了长官 带着大批增援前来抓人 寡不敌众 巴顿等人还是被俘了 他们一只手被靠在车上 被士兵们殴打着 试图引出妹妹 为了哥哥他们不受罪 妹妹还是选择束手就擒 接着他被几人压着 正要被砍下头颅 关键时刻 小黑把手伸进车底 摸出了之前藏进去的回旋镖 他用镖切断胳膊 接着冲进人群 就是一顿扫射 但是长官躲掉了攻击 还开枪秒杀了小黑 但也为妹妹争取了时间 他召唤大批丧尸工来 看着只身一人的长官 他命令对方放下武器 不然就让丧尸吃掉他 可谁知对方也是个 横着走的硬茬 飞蛋不听 还一枪打死了妹妹 被控制的丧尸群 也都跟着倒了下去 巴顿怒不可遏 捡起回旋镖 扔向长官 但只打落了对方的头盔 他大声喊着要决斗 没想到长官同意了 他解开巴顿 两人准备进行单挑 这迷之操作 真是逗着满满的自信 事实证明 长官是有自信的资本 巴顿哪是他的对手 很快就变成单方面被殴了 他站在车边 正嘲讽着巴顿呢 却一不留神 被车里的丧尸给吓了一跳 他抬手一枪灭掉丧尸 却也因距离近 被溅了一连血 抓住机会的巴顿 赶紧点燃一根火柴 并拥在长官脸上 顿时长官整个头都燃烧了起来 巴顿起身减强 准备给对方最后一击 却看到 妹妹居然完好无损地站了起来 周围的丧尸也都站了起来 只要脑袋不被击中 妹妹是不会被杀掉的 于是他大声呼吓 众丧尸得到指令 开始吞噬着长官 从此之后 巴顿和妹妹就开始四处拦截军车 以自己为诱饵 引诱军方注意 然后再召唤出躲在四周的丧尸大军 一起袭击对方 可见在整个病毒事件里 军方一直是幕后的大黑手 为了报仇 兄妹俩才走上这条路吧 故事也就这样结束了 整部电影充满了意外和反转 丧尸病毒并不是天灾 而是人为 无数无辜的人 变成了这场实验的受害者 最终受害者看清现实 同领着丧尸前来复仇 这样的结局 让人意外的同时 也引出了更深的思考 总的来说 这还是一部非常值得观看的 丧尸类电影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 别忘了点赞加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